堆雪人不好玩 这样才好玩 诶 怎么回事 我被什么弹飞了 何菜头 你看这个雪球大不大 你猜猜这个雪球能不能压编你 哎呀 你干嘛 刚才就是你用雪球撞我的 对不对 我瘦都被你的雪球撞飞了 雪人是这样做的吧 放上手然后怎么做 拿出冰淋金翠 给他按上心脏 你看 以后我就是他的主人 这么丑的雪人 连鼻折眼睛都没有 你懂什么 这个雪人可是精心设计过的 而且他还有名字呢 他叫豆豆 以后他就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啊 叫豆豆 你压得在这里影视谁呢 看我一个大雪球拧死你 哎呀 我的小豆豆呀 真可爱 没有眼睛 没有嘴巴 他是个听话的小娃娃 走到哪里 跟到哪里 咦 小师弟 你这随地下蛋的毛病贼改哦 一点都不为名 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赶紧出发 还想不想去玉京香花海了 救命呀 这些沙漠龙怎么回事呀 为什么总是追着我砍 肯定是你手欠打了其中一只 为了拯救你 战神已经壮烈牺牲 没关系的 战神有八十条命 谁用空都活不过你 小师弟怒了 我正好缺皮革 那就全部都拿来用 不用谢 我说 大师兄 你怎么还跑到猪背上去看热闹了 看着你心爱的小师弟 被一群狼围殴 也不下来大把手 有句话叫做骑驴看畅本 我这次骑猪看小师弟宰狼 我可没有你那么多的信心 当然要心定啦 我也召唤出我的变形车 在这片沙漠 我们俩可以横着走 我驯服了一头骆驼 这样他就可以帮助我们搬运物资了 我也驯服了一头骆驼 但是你的骆驼 怎么和我的骆驼不一样呢 诶 是哈 你的骆驼用什么驯服的 怎么看起来比我的骆驼豪豪华呀 我也是用的仙人掌果实驯服的呀 不对 你肯定不是用仙人掌果实驯服的 难道是再放生存 更新出了新的玩法 先着 你这孩子真没救了 瞪大你的老花眼仔细看清楚 这是大师兄的坐骑 根本不是驯服的 哼 我还真就差点心了 骑坐骑不算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无人知晓的超级冷知识 藏在沙子里面的毒蝎子也是可以骑哟 啊 毒蝎子也能驯服当坐骑了吗 你等一下 我去找一只藏在沙子里面的蝎子 你看我已经在蝎子的背上了 看见地上这个黑色的阴影了吗 这就是藏在沙子里面的毒蝎子 哇塞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毒蝎子居然可以当坐骑 哎 小伙伴们 你们说我该拿什么拯救仙子的脑瓜子 就这三毛钱的bug 他居然也信 算了 我还是去打沙虫吧 这个更容易 今天这只沙虫怎么一直追着我打 红圈总是在我身上 那是因为你距离最近啊 明明拿着远程武器 非要玩近战攻击 我这个位置就非常好 距离沙虫近 他也不会打我 等我换一个小飞鼠 我就不信我还摆脱不了这个红圈 只是来自冰原的亲切问候 从头问到脚 比部落分还要持久 就凭你 行 那我走 我征服了 小飞鼠干没了 枪打出头的鸟 都说了叫你远程攻击 和菜头和我都在树上 而且距离都差不多 他怎么不锁定仙子 就仙子那个战斗里 站在沙虫眼前都嫌弃 你就忍忍吧 你站的那个位置 沙虫也伤害不到你 这个位置沙虫打不到我不假 可我也无法远程瞄准沙虫呀 你蹦起来发射冰锥雨 不就可以瞄准沙虫了吗 我真是谢谢你的收足意 瞄准正好打在沙虫发射过来的沙子 一个冰锥雨对我自己头上了 真是出师未捷生鲜死 躲过了自己的冰锥雨 没躲过沙虫的大嘴 什么叫站在眼前都嫌弃 我倒要看看到底谁嫌弃谁 哇那个豆 一上来就被一口闷 算了 就让沙虫嫌弃我吧 使用收割者近战攻击沙虫 确实不是明智之举 太容易被沙虫一口闷 之后又回了250的血 武器不给力 那就只能难命上了 沙虫还剩最后一口气 小师弟交给你了 我服了 又被沙虫拉去当电贝了 一次奖励40多颗星星 就算拼命也不亏 先着给我用一下工匠台